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病男 欢迎来到咪路正线 那么 这一集我们说两件事情 一个是乌克兰这边的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台海这边的最新动态 包括欧盟也做了一个台海 如果发生战争的一个民意调查 高达百分之六十几的 六十二的 欧盟的民众 要求政府保持中立 不要跟中国 像跟俄罗斯打乌克兰 这种情况一样 所以现在他们这种民众 实际上也是比较明白势力的 去跟中国 因为一个台湾跟中国去怎么怎么样 这个确实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所以说 因为这个民意出来以后 解放军马上战机就到台湾这边去飞了 而且台湾就是有记录的 就是公布了 又是几十下战机 那么 所以说 这个地方我更能感觉 情况 会朝着我们想要发展那个方向去的 大家不要灰心 那么我们先说乌克兰这边的事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通话的 盘级卡尔夫夫卡水晶站 第一霸被破坏一次 他说 基辅圣权继续在升级冲突上下堵住 野蛮破坏卡尔夫夫卡水晶站 正是了这一点 时间报道 威尔赫尔松地区的卡尔夫夫卡水晶站 日前遭到破坏并引发洪水 居住在地面薄河沿岸的约4.2万人 面临危险 据俄罗斯卫星通行室报道 俄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此表示 乌方在西方操控下和受益下 在那对敌敌行动的升级下危险赌注 公开使用恐怖手段 组织破坏活动 野蛮破坏卡尔夫卡水晶站 正是这一点 这导致大范围的生态环境和人道主义灾难 法新社称 这是卡尔夫卡水晶站 堤坝被破坏后 普京手持对此公开表态 不过乌克兰方面则指责卡尔夫卡水晶站 堤坝被破坏系俄方所为 乌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 自己已向国际原子人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通报 俄方对卡尔夫卡水晶站大坝 实施恐怖袭击的严重后果 并讨论了将扎布罗勒核电站 安全风险最小化的方案 当然要知道 卡尔夫卡水晶站被破坏 会影响到扎布罗勒核电站的 冷却系统 这是补水 所以说这个事情可能你弄不好 这个核电站都要给你爆掉 那乌克兰就不要活了 以后这里跟切尔诺贝利一样 这一片就是无联区死亡区 所以说做这种事情 我个人感觉非常的阴险 就像新加坡那名美国国籍的 脱口秀演员 在那里嘲笑马来西亚 和这个MH370这件事情一样的 所以他妈的都不知道轻重 没大没小的 非常疯狂这种行为 那么现在呢 这个乌克兰在乌东这边 根本没有什么大反攻 反攻不起来 反攻不起来 只能用这种敌后武功队的破坏行为 恐怖主义去搞事 那么恐怖主义去搞事呢 美国拼命去把乌克兰 从这些当中去撇掉 说是俄罗斯搞的 但是美国媒体却说 美媒 乌克兰军人佩戴纳粹徽章 令西方献两难 美媒6月5日称 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 乌克兰政府和北约猛牛 在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上 发布三张看似无害的照片 随后有悄悄删除 一名士兵站在一群人中间 另一名士兵在豪沟内休息 还有一名紧急救援员 在一辆货车前摆拍照姿 美国约10报6月5日报道 在每张照片中 这些身穿军服的乌克兰士兵 都带着应用纳粹德国 出名昭著的符号的徽章 这些符号后来成为 极右翼仇恨组织符号的一部分 内文称 这些照片上在 即删除出现乌克兰军方 与纳粹形象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是在二战期间 在苏联和德国 占领下形成的 这关系现在变得更加微妙 因俄罗斯总统普京 宣称乌克兰是纳粹国家 并以此为 作为向俄军开战的理由 内文曾多年来 乌克兰通过立法和军队 充足等手段 竭力限制处于边缘地带的 极右翼运动 这些运动的成员 自豪地佩戴 纳粹时代的避赃 拥护敌视左翼 LGBTQ运动和少数族裔的观点 但他们当中部分人 来自2014年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 成为更广泛军事结构的一部分 有些人被视为民族英雄 这些人使用的符号 包括集中营 佩戴的骷髅头和十字架的标志 以及被称为黑太阳的标志 他们凭 凭在前线作战的 欧军士兵的军服出现 其中 一些军人称他们象征着 乌克兰主权和自豪 而不是纳粹主义 内文称 从短期来看 这些符号有可能加强普京的宣传 他声称 乌克兰必须去纳粹化的说法 提供证据 更广泛地说 乌克兰对这些符号的矛盾心理 有时甚至是对他们的接受 可能会给西方 于半个世纪以来试图消除 偶像赋予新的主流生命 所以说大家看到了吧 所以说你说你西方今天在这里 不就是在这打自己的脸吗 对不对 人家戴这些 佩戴这些标记 展现了自己 是纳粹分子的这么一种姿态 那你说不是 人家佩戴的好玩 你说三张照片 都是公开发布的 你说戴着这些就好玩吗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个 再怎么讲普京发动这个战争 不道义 但是乌克兰在替西方 在证实说 普京发动战争是有道理的 因为在去纳粹化 在打罪纳粹分子 纳粹分子也对你德国 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 对欧洲 对南极西 对世界 都产生了非常 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说 今天你说卡夫夫卡水电站 这种行为 是俄罗斯所做的行为吗 这个应该是极有意义分子 所做的行为吧 所以说德国这个国家 就让我更加觉得 他妈的是 一个傻逼国家 德国主持北约 这个等我说 德国指责 俄罗斯炸水坝 英国能在缺练 但俄军有前科 德国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 破坏乌克兰经典的 卡夫夫卡大坝 欧洲其他北约成员 谴责这是战争罪 到莫买访问 德国国防部长 皮斯托里乌斯 六月七次对记者表示 这是显而易见的战争罪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暴力和破坏行动 我过去认为 就连普京也做不出来 彭博斯报道 德国总理舒尔茨 直接指责俄罗斯 称莫斯科摧毁了大坝 以阻止乌克兰发起 准备已久的反攻 他说 这是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 俄罗斯市民犯下的 不可胜署罪行中的 罪行一中 那么 也所以说这件事情呢 确实让我感觉到 德国现在 这个脑子已经 坏得不能再坏了 当时北七被美国给炸掉 德国也不吭声 甚至直接指责 这是俄罗斯所谓 德国跟俄罗斯 共同花钱出钱 建的北七 一二号管道 俄罗斯去炸他干嘛 俄罗斯要去炸他 把阀门一关 不给你供气就完事了 你德国也接不了气 对吧 而北七一二号 是美国的眼中钉 漏中刺 一定要除之而后快的 那么现在趁着俄乌战争 然后呢 把北七一二号给炸掉 永久性的给损坏 让你德国 断掉你的后路 德国明明知道这个事情 包括北西管道的运营商 就是平时维护管道 这个公司老板 在炸掉以后 坐飞机全家摔下来摔死了 所以我说过 飞机是可以飞控的 西方的飞机是可以飞控的 把你搞死就把你搞死 电脑系统 由后门一搞 电脑系统一设置 飞机都可以垂直90度往下坠 人类是飞不出来这种 这种路径的 你一个飞行员怎么能够知道 我是垂直90度往下去的 这么牛逼啊 他可以丈量啊 他在空中还可以这样飞啊 战斗机飞行员都飞不出来这种水平 好吧 那么你说这个卡夫夫卡水天站 俄罗斯去炸他呢 有这个必要吗 咽的都他妈是自己的控制区 他去炸他 神经病 所以说这种 德国未经调查 就在这个地方胡说八道 连英国一向说假话的英国都说 我们还在调查当中 但俄罗斯有前科 德国直接就说 这就是俄罗斯干的 所以德国现在是个什么东西 一群二椅子 小小的 普京不把你们给扒了 所以讲在乌克兰这个地方 所谓的大反共反共不出来的 大反共反共不出来 只能用这种破坏的这种方式 方法去搞 这就让人请大跌眼镜的 当然了 这个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 德国主持北约最大空军军演 下周举行约220架军机 近万人参与 北约将在6月12日 在欧洲展开联盟史上 最大规模空军部署演戏 空中卫师23 德国军方称 已经采取措施来避免 民用航空受到演戏影响 但是空中卫师23 演戏由德国空军主导 由6月15日开始 为期约10天 即使会有来自25个北约河伙伴国家 约220架军机飞机和近1万名军人参演 德国空军司令 格哈茨7日指出 空中卫师23的构思产生于2018年 本次演戏是防御性质的 背影不针对任何人 他不期望俄罗斯军事活动 因演戏而增加 格哈 格尔哈特兹 北约世界演戏表明 北约的领土是一条红线 北约已经准备好保卫这条领土的每亿厘米 但不会像加利林格勒 采取任何飞行行动 此次演戏将包括行动和战术成本的训练 还将训练在与俄罗斯发生冲突情况下 如果迅速向德国运输空中阵援部队 德国位于欧洲中心 在爆发战争时候 可以提供北约一个主要的物流中心和集结区 而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有超过三万五千名美军处杀 德国人现在很积极 还要在波罗蒂海曼这边搞战斗机的演习 220架战斗机 而且都是做战术飞行 而且明确指出这是要跟俄罗斯打仗使用的 北约的领土是条红线 俄罗斯没说要打北约 俄罗斯没说要预约北约的红线 但是俄罗斯的导弹经常从北约领空上面飞过去 那么我想请问 这个事情又怎么算呢 这个导弹 他们说这叫无害通过 叫无害通过 那这不是已经侵犯了北约的领空了吗 那你怎么不把它拦截下来 不把它打下来呢 对不对 以前英国不是讲了吗 漏敢漏携头就打 那俄罗斯导弹之前还在波兰爆炸 测试一下波兰的反应 吓得倒是在巴厘岛开会的布林肯 沙拉文和这个拜登 穿着短袖 在那边很狼狈的主持这个会议 撒灯灯撒不垃圾的 是吧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 这个北约有的时候就像吹牛逼 他们做这种演习呢 给我感觉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乌克兰这边真的打不下去了 打不下去了才要做这种演习 赶紧要保家卫国了 怕俄罗斯轻砍他们了 因为他们北约派出地面部队 去跟俄罗斯打仗 根本就是在乌克兰 这边是不行的 所以就赶紧什么卡夫卡水电站 赶紧给你炸掉了 扎波罗勒这边要给你点爆掉 你去点爆好了 点爆这个风 现在都是往西吹的 你这个风去吹吧 去给你们去吸那些核粒子吧 对吧 放射性物质 慢慢吸 多吸一点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 老编跟各位说一说 那么还有一个事 我们就要说到台海了 欧洲智库调查 若中美因台海爆发武装冲突 62%判国家保释中立 欧洲一个智库六位妻子 发表访问11个欧盟国家民同的调查结果 46%受访者 视中国为盟友或必要伙伴 若中美因台海而爆发冲突 62%受访者希望 所属国家保释中立 在欧洲 柏林 伦敦等 七十四位办公室的智库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7日发布一份 1.6万名受访者的调查结果 受访者来自11个欧盟国家 包括意大利 法国 德国 奥地利 保加利亚和匈牙利 结果显示 46%的受访者 视中国为盟友或必要伙伴 大概达到一半了 是这种看法 就要视中国为竞争对手 或敌人的受访者 有35%之多 似乘不到 调查问道 一旦北京攻台美国参战 受访者会希望 输出国家如何反应 62%的受访者 希望国家保持中立 23%希望国家支持美国 在各国家中 奥地利最多受访者 表示保持中立 比例达80% 大家也显示 74%的受访者认为 欧洲不应在国防问题 总是依赖美国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欧洲真正的中立国 就是奥地利 因为它是政府到全民 有八成人 表示中立的意愿 那么这个就是真正中立国 那么瑞士已经公开跳凡了 因为瑞士归罗斯塞尔德家族管 那么罗斯塞尔德家族 掌控瑞士的一切 瑞士没有这个叫瑞士族民主的 我以前就讲过 这一群不爱当意大利的 不爱当法国人的 和不爱当德国人的 这种能组建的一个国家 叫瑞士 说白了 瑞士这个国家 就是西方十三家族 他们的可以说 这个中指挥部 大本营实在是在这个地方 是成立瑞士这个地方 但是因为现在 大家也都看到了 罗斯塞尔德家族 实际上是英伟达的最大股东 是核酸产业的 这个专利的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说你每做一次核酸 其实就是在给 罗斯塞尔德家族 在挣钱 在给这个共集会 在挣钱 所以他对中国 保持公开的敌对 那么瑞士 所谓中立国 因为是他们说了算的 那也就不保持 所谓的中立了 那么其他国家 也是认为 打仗跟我们 管我们吊事 因为他们也知道 以前的可能说 制裁俄罗斯怎么样 现在他们深陷制裁的 这个困境 对吧 自己日子呢 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那么只能够希望呢 这个 跟中国不要开仗 大家呢 还是伙伴 盟友 近一半年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这个就是真实名义 这真实名义出来以后呢 今天解放军战机呢 马上37下战机到台湾去了 因为这种名义 对北京来讲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现在跟美国 可以撕破脸皮 他跟欧盟不想撕破脸皮 想保持合作 欧盟呢 单个的国家呢 大多数几个主要大国呢 尤其是法国 德国呢 是在政治上 但是经济上依赖中国 法国呢 是全方位的 意思就是保持中立 右翼的西班牙 也是 认为中国应该 应该听从中国的 乌克兰和平12点计划 所以说呢 解放军战机 今天又到台湾去了 展示一种攻击状态 所以我说过 这个事情应该也快了 好吧 感谢各位收视看 我是老贝拉 学年电视剧构 谢谢